一桌四萬一的 真澎湖來煎料理 欸為什麼會加一個真 難道假的四萬一 有假的嗎 但是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跟阿華老闆討論了半天 四萬一桌真的做不出來 他說他極限做到三千 這邊有一說一 我們不會說 明明不是澎湖的 好硬要說 還硬要加個澎湖 這是一人份了 這就是一人份了 這個感覺 這真的是給一人份嗎 在台北市那種 一萬無菜單料理 對啊 然後老闆有特別強調說 這個是本日 吹泡沐魚市場最大的套館 700公克 一斤出頭 才一斤出頭 2.5斤怎麼來的 喔這 我不知道 這個招牌 哪用墨魚桃 欸嘿嘿 哇 細節 所以在澎湖 提到海膽炒飯 海膽蓋飯 就是他 大家第一個就是想到阿華 哇 給我們看一下 現挖的 一口飯 哇 一條海膽 我們在今天中午呢 要揭開 四萬一一桌 真正的 豐富海鮮的 正面目 那我們這個阿華斯 也已經在備料了 那備料的同時呢 我們今天這一集 觀眾們有福了 這一集特好吃 一集兩吃 除了要吃四萬一海鮮之外 還要來吃官司 哈哈哈哈 那就特哥先去吃官司囉 這樣是不是有點可悲 還掰咖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做了兩個小時 你猜猜筆錄幾頁 十三頁 哈哈哈哈 這個筆錄做完 去吃一下真正的四萬一 讓你們知道 為什麼我 這麼憤怒 好 OK好 走 來 剛從警局 飽餐一頓出來 Stanley 一桌四萬一的 真澎湖碗煎料理 欸為什麼會加一個真 難道假的四萬一 有假的嗎 哈哈哈哈 沒有但是 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跟阿華老闆 討論了半天 就是他剛剛告訴我們 四萬一桌 真的做不出來 他說他極限做到三千 我們四萬一就是一個 算半個噱頭 但實際上內容 是不打任何折扣的 絕對是澎湖最頂級的海鮮 好那我們就馬上去試試看吧 好 Let's go 來 這邊是我們的前菜 很新鮮 然後沒有任何的腥味 這種鮮科 新不新鮮最大差別就是 它沒有腥味 沒有臭味 在台灣吃的 一定有臭味 沒有吃過沒有臭味 而且不甜 它自淡一點 淡淡的甜味 這也沒有臭味 這應該是澎湖絲瓜 但是當然是生的 你知道澎湖絲瓜 有什麼特色 它吃起來很嫩 然後不會牽絲 來的地方 你看生的這麼好吃 有沒有 完全沒有纖維 海綿的口感 然後咬下去它還會噴汁 你知道嗎 這兩個就是澎湖絲 倒理我 這應該是涼筍 老闆剛剛有說 這個好像也是季節的 一般涼筍上都是加美乃絲 我們想要加這個芥末美乃滋也 蠻搭的 第二招也是冷潭生魚片 當老闆說 除了這個鮭魚啊 黑尾上腹 還有這個冰鮮的干貝 其他都是澎湖在地的 這邊有一說一 我們不會說 明明不是澎湖的 還硬要說 還硬要加個澎湖 硬要說自己是什麼 澎湖在地有機健康豬 但是我稍微查證一下 澎湖根本沒有養豬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的健康豬到底哪一台的 為什麼有一個地方養了幾天他的豬啊 有一個問題耶 二十一人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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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感覺 在台北市那種一萬無菜單料理 然後老闆有特別強調說這個是 本日吹泡物魚市場最大的套館 七百公克 一斤出頭 才七百公克 二點五斤怎麼來的 我不知道 口感跟鮮甜度都非常好 很綿密又甜 前面口感很Q彈 到後面很軟糯 咬起來超級爽的 其實你看小管鮮不鮮甜度 除了看眼睛是不是亮黑色以外 你還要看他的身體 你看他身體的皮完不完整 然後鮮不鮮豔 前陣子那個黑墊 那個 這小管就真的是死臭了 那顏色已經變白白色了 這些特徵都很明顯 你即使是從影片看出去也很明顯 他就是一個超韓線 這好像鮪魚腹啊 對,這是鮪魚上腹 哇 真的 哇,這個好好喝 這吃起來有點 有一點豬肉味怎麼會這樣 對 有那個伊比利豬的香味 它那個油脂多到 你覺得是豬肉的油脂 因為通常豬肉很油 因為通常豬肉很油 喔 這個招牌 哪用墨魚腹 欸 哇 細節 所以你在澎湖提到海膽炒飯 海膽蓋飯 就是他 大家第一個就是想到阿華 哇 然後他還送出來我就發現 他的飯是用墨魚 你在吃那種燉飯的那種墨魚燉飯 因為一般他是白的 但剛才我問一下老闆說 就是單價高一點 他就會出這個墨魚燉 喔 他有說他海膽是用哪裡的嗎 就澎湖的馬噴海膽 對耶 澎湖的馬噴海膽 七月是產季 他海膽沒在演 給我們看一下 現挖的 一口飯 一條海膽 飯裡面還有包著新鮮的小管 好爽 我摸著羊羶羶羶 這個鹹菜跟這個飯吃完我飽了 吃飯吧 吃飯吧 你吃飯喔 好大喔 台灣用蒸蛋小小的 是因為他的蝦比較小 他是用澎湖大明蝦 超鮮 超鮮 你有吃到這個看啊 超鮮我沒吃到完 你挖挖看 他的鮮是包裹著整個蒸蛋 他整個蒸蛋都超鮮 喔 哇 哇 哇 這超好吃 這不像在吃蒸蛋 這像在喝一口很濃郁的海鮮湯 澎湖明蝦也是非常有名的 很多火鍋店賣都會標註是澎湖明蝦 活的蝦屎 吃起來就是有一個彈性 他感覺就是 你咬下去他就在你這裡面這樣彈一下 他還跟你的對抗 他還跟你的對抗 這個也是澎湖在地的 這個東西在澎湖叫九口 哇 他大蒜的香氣很夠 果然好的食材就是 要聽過師傅好的料理 他 因為我們昨天自己烤的好吃很多 他這個真的是兩人份 給我吃都吃得飽 哈哈哈哈 他還有最福你 這個 澎湖的海鮮 高島海鮮 很喜歡用這種輕輕的湯汁 這個醬 配著豆腐吃就很好吃 哇 好好吃 我覺得食材魚最好吃的就是他很好吃 很水嫩 他這個量真的很讚 這個像在吃魚排 他這也是兩份啊 我就說 他這也是兩份 這塊感覺有6盎司 他自己早上自己釣來的不是嗎 他說他自己釣來 很有感情 自己釣來自己殺給你 我沒有在這裡吃過牛肉 對 我之前確定是吃到牛肉 喔 他這是日本的牛耶 真的喔 應該是日本的牛 其實是一間海鮮餐廳 我覺得就是 他是蠻好吃的 但是 就跟一般好吃的店差不多好吃 我覺得來這裡吃的 有點狡悲 因為這個在 台北市吃得到 你要他出 一桌四萬塊的餐給你 他只能拿日本的牛來給你 不然你有沒有收到出來 好像那碗碗碗 對啊 他只能拿日本的牛啊 這個就是澎湖絲瓜 他炒大的 這個是澎湖在地的 哇 然後外型就是有這種花紋 跟那個 紋葛是不一樣的 但這麼大的 我真的沒有遇過的 哇 熟的更好吃 這個好 特殼的 在這邊有韓國吃嗎 我可以帶澎湖絲瓜回去嗎 你可以 你可以找人幫你寄啊 這個東西 煮麵線超級好吃 這好發展喔 對啊 哇 我覺得比起大的 吃瓜好吃 我覺得吃瓜更好吃 大口是來幫絲瓜提味的 對 因為這個大口 大口很鹹很鮮 所以這個湯汁是很香很鮮的 然後 絲瓜要把這個湯汁吸滿 這個真的就是來吸湯汁啊 哇 好誇張 哇 哇 這 還有一個 身體接受 哇 真的有挑釁的意味 我不信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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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好爽 但我完全沒試過 我覺得這道菜來之前已經 到了四千塊的價值 我已經被曬過了 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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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份啊 你三千幹嘛 好好好 謝謝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你沒那麼黑一把 好好好 這樣送你三千 剛好而已吧 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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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有禮拜很高 真的嗎 高過太高 真的嗎 直接沾一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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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噴霧的 紅群粥啊 一般是 就是可能一整支下去 要整一鍋 這個紅群粥也太離譜了 哈哈 這三點蟹太扯了吧 哈哈 這三點蟹怎麼這麼多高 不老實 我要三點蟹粥給紅群 這個 這個三點蟹好香喔 像這個 一碗塞一隻 它就一隻紅群 已經有主人碗 所以這個是 超頂級的 超濃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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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鮮 有點鮮過頭 真的 超級鮮欸 我覺得 這餐最滿足現在的史丹利 因為這個 絕對不符合一般人的食料 通常一過來 無態料理上一上 可能上到後面 他可能是會問說 有沒有吃吧 問你 沒有 這個今天很飽 我覺得我吃不完 我今天吃完的心得是 好飽 我覺得三千塊 太為難重複的 店家安排魚 怎麼樣 講一下今天的心得 這個 一餐三千塊 吃到飽 台北的吃到飽 三千塊吃得到這些東西嗎 三千塊 而且真的沒有任何一道是 沒有任何一道是垃圾 而且每一道都是功夫 那你會覺得 老闆有下功夫在裡面 不是說 隨便上一道來 塞你的胃 或者說 隨便蒸一蒸就拿給你 更不會有那種 明明不是澎湖 然後還堅稱是澎湖 在地叉叉 要賣你很貴 你剛剛講什麼 隨便蒸一蒸就拿給你 可是 新鮮的海� 隨便蒸一蒸 就是很好吃啊 確實 那今天這個三千一個 我不知道平常阿華有沒有賣 但是 我們有特地強調 就是不要因為我們拍片 就是 特地給我們好一點或怎麼樣 我們有再三確認過 對 那大家來這邊 我是真的 真心建議不要點三千 因為三千我真的吃不完 對我來說三千真的幾乎是兩人份 然後史丹妮吃超飽 他絕對是兩人份 而且他還 因為出不到三千 還連和牛都端出來給你了 他還 他硬要 尿端的應該就算和牛 因為我來阿華吃很多次 真的沒吃過牛肉 對 真的是我覺得是單價太高 他 不知道出什麼才出和牛 所以大家來這邊 我相信 一兩千塊一個人 絕對吃得非常非常開心 所以不要相信新聞上那個什麼 四萬一一桌的那個 那個絕對是在坑人 只能說今天吃完這頓 我心裡覺得 還真沒噴錯你 我後悔自己噴不夠大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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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